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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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圈真是一個五光十色 多姿多彩的世界 在十五年前 有一個十七歲的年輕人 亦被做明星藝人的那份優越感所吸引 所以他開始拍廣告、拍電影 而這個年輕人就是我,袁偉豪 初初入行幾年工作尚算順利 拍過第一個廣告之後 已經開始有人留意我 之後還有人找我拍電影 十七歲、十八歲、十九歲 工作源源不絕 在那一刻 我是沉醉在被其他人注視的世界裏 甚至我很紅心壯志地覺得自己 我一定會紅 二十歲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 李宗盛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自己都以為是 但是偏偏這個時候 我的工作量就開始減少 我坐在家等的時間 是更多於我工作的時間 我沒有想到自己是否不夠能力 還是少年得志太囂張 說話得罪了人 所以沒有人找我工作 我只不過在想 因為我未遇上百樂 遲些一定會有人欣賞我 等完一年又一年 工作上都未見起色 我開始在這兒遠 為何沒有人會欣賞我 我一直遠 直到有一天 我開始懷疑 演員這份工作 是否真的適合我 我是否應該踏實些 正正經經地找一份工作 去做了就算了 在那段低潮的時期 我繼承音樂 和朋友玩樂隊打發時間 就在那個時候 我就認識了B哥的中陣套 雖然B哥還是在破產禁制令期間 但是他依然都很積極地面對 他的人生和他的工作 每一次看到他很自信地站在台上 我真的有一種很讓步的感覺 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像他這樣 所以我就跟自己說 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一直堅持 去到26歲那年 事業上終於都有一個轉捏點 在朋友的支持下 我參選了香港先生 加入了TVV 再一次地得到很多的演出機會 在現在 我不會再想自己 熊不熊 還不做到大明星 我只是會想 每一次怎樣去演好角色 和在過程中 怎樣得到滿足感 希望觀眾可以認同作為 演員身份的袁偉浩 想回沒什麼做那幾年 雖然難捱 但其實我也很珍惜 因為如果不是有那五年的低潮期 就不會有今天成長了的袁偉浩 我相信很多年青人都會遇到 同樣的問題 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貌 甚至乎懷疑自己的夢想 有沒有可能實現 不過 我希望你們都可以堅持下去 熊過夜景 因為無論結果是怎樣 你們都會在過程上 有所得獎 有所得獎 不可蹈 可跛很多人